在我们山东鳞仪家里来的亲戚朋友 一顿炒鸡是少不了的 所以说在我们这儿流行一句话 没有一只鸡能活着飞出鳞仪 我们鳞仪有一位炒鸡非常有名的师傅 走 今天我带你去看一下 七师傅 在家吗 马上在厨房里跑 马上拉开了 七师傅说了 我不能吃了 你能吃了 他都知道 我都知道 你也不能吃了 我先替你们尝尝 好吃 你看 人家炒鸡都炒出来这么多奖牌 我问这个骨骨三代 一直做这个锁鸡 七师傅 你收土地吧 临时不收 但是不是东西 吃鸡就只能来你这儿了 哈哈哈